大家好,我是靳 今天我们做香蕉核桃面包 两根熟透的香蕉去掉皮放入碗内 像这么烂熟的香蕉 每次到最后的时候都没有人吃 但是用它来做香蕉蛋糕或者是面包就最好了 否则就是扔的节奏了 用叉子把香蕉拌成香蕉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准备一个大碗 倒入250克面粉 加入1.5小勺酵母粉 一丢丢盐 喜欢吃甜的可以加两大勺红糖 放入50克核桃 30克葡萄干 再把拌好的香蕉泥倒入 大致的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在一起 再加入15克椰子油 你可以用黄油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植物油都可以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 如果面团太干可以适当加些牛奶或者是水 揉好后加盖放至温暖处等待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移至操作板上 揉光滑并且整成一个圆形 分成四个等份 每一份都大致整理成一个圆球状 放置一边 加盖保鲜膜松弛15-20分钟 松弛好后取一个面团压扁 由上向下一边卷一边推 然后把封口向上再一次压扁 由上向下再一次卷起来 把封口捏紧 整理成一个圆球状 光滑面向上滚圆 一个面包皮子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码入烤盘内 加盖保鲜膜放至温暖处等待第二次发酵至1.5倍大 二发完成后 在面包的表面薄薄的撒一层干粉 用一把封里的刀 在面包的表面划一个十字 送入烤箱180度烤20-25分钟左右 烤至最后的几分钟 你就会闻到甜甜的香蕉的味道 烤好的面包移至架子上 自然放凉 如果天气比较热 一两天吃不完的 最好放保鲜袋冰箱冷冻保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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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结合 咱们结合 这支 咱们结合 咱们结合